这两天 成群结队的候鸟 如期抵达内蒙古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他们将在当地停留休息后 继续飞往南方跃动 在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上空 成群的秋沙鸭时而迎空飞舞 时而聚集气息觅食 时而又在流淌的河水中嬉戏 一般像是在这儿前夕的鸟类 就是常见的鸟类 基本上就三十几种 数量比较大 像是大天鹅 小天鹅 这两种天鹅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两季 迁徙的数量它将近来到几万区 据了解 每年10月下旬开始 大天鹅 小天鹅 油鼻天鹅 以及一些燕鸭类候鸟 都会途经黄河湿地 这里成为了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